表示的是静天,向地谈下,表示的是静地 向着咱们神开佛祖的方向谈下,表示的是静佛 这是有讲究的,静天,静地,静佛祖 有的游客不知道,就这样拿起来,就这样乱谈一下 其实我要给它规范一下,就向天谈下,向地谈下 向着佛像的方向谈下,表示的是静天,静地,静佛祖 这小指头也不怎么用 小指头的话一般家里面就能力比较弱的那个啊 或者是就说你看不上它了,你用小指头一笔啊 它就会给你急了,这小指头也不怎么用 这是咱们造明的五指分工啊 大家记好,记好 外面你们有看到白色的那个建筑啊 那个建筑的话我们把它叫做佛塔 也把它叫做是咱们的白塔 它里面就放得有照明捐进来的四真宝天珠 绿松石,红宝石等等,银器啊这些 捐进来以后把它放在塔心 还有就是五股杂粮,还有就是生产工具 然后在塔的上部要放很多经书上去 然后在塔的顶部还打造了一尊佛像 把它供奉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处理 而共同来建造这个塔 建好以后,要请高僧活佛进行念经做法事 进行开关典礼以后才起到作用 我们就把它当寺庙来用啊 因为当寺庙太远,有祈求,有许愿的时候 我们就把白塔当作是咱们的许愿塔 还有有一些你们发现有石头堆出来一堆一堆的 上面刻有造纹的 那个就是咱们的玛尼堆 在那石头上,有的石头上可以有六字箴言 Omani be me hon Omani be me hon 祈祷行安的 而上面的石头不可以拿下来 你有心愿要许啊 你就顺时针转上一圈 在旁边捡个石头放上去 但是上面的石头是不可以放下来 如果你把上面的石头带走啊 就说明你会带走所有别人许下的一切的恶意 就是会跟你来 所以那石头堆越堆越大,越堆越大 就会越堆越大的 而咱们许愿没有还愿的说法 心存则灵嘛 就是拯救的一个心存 而照玛尼堆,佛塔,寺院 这些都要顺时针绕 不能逆时针 从左到右的转 转的结尾数字 单速比较好 一般的单速结尾 非常好 转金铜 黄色的转金铜 它转的方向 你要让它顺时针转 老人家用的手要转金铜 起到平安的 也要转的方向要顺时针转 这样才好 这样才没有违反咱们这边的 当传佛教的鲤鱼 再跟大家说一下 而到那个藏家里边以后 晚上去参加节目 那些遇到长久那些 你就可以说新加斯德勒 他是非常乐意 非常高兴 那你献哈达 你也说新加斯德勒 非常高兴 他们唱歌唱得好 跳舞跳得好 你可以把自己的哈达 献给他 如果你要在献的时候 你又可以找在里边 到西游潮的那些猪马 给你拿起桃哈达了 表达有些知情 到时候又可以献上去 是这样的 而在外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些那个 这些山林里边 那些草片上 有一些暗棕色的植被 那些植被的话 都是高原癌种杜鹃花 没有谁种它 都是原始自然生长 都是野生的 它的花期是在 5月中旬到6月中旬期间 开花的颜色非常的多 有粉色 紫色 蓝色 还有那个白色 黄色 黄色的比较稀少 杜鹃花种类的话 这些是小杜鹃 但是在森林里面看的 那些是大杜鹃 那些是树 非常的高大 原始森林一样 非常高大 但是如果来看 杜鹃花的话 要在五月中旬六月初 那时候小草坑开始发芽 杜鹃花也开放 如果要感受这边的春天 大家就要在六七八月份 来 六七八九 那时候这些草垫上 会长出五花草垫 各种各样的 不知名的小野花 就进香开放 而这个时候大家来的话 就是天气啊 这些各方面比较好 就是 可以说 这两天欣赏的是 这边的东景了 有点虾条 但是 但是有它的凄凉之门 这样的 入口 来 入口 你 有点 啥 有点 有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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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